大家好,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标普白指数涨势停不下来,巴赫莱预计最高可能升至6050点 华尔街的一些大型商业银行认为,该指数还有更大规模的上涨空间 再加上高盛预期的股票回购规模有望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持续呈现扩张之势 标普白指数的涨势前景至少在2024年可谓十分乐观 德意志银行策略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更高的利润规模可能使得上市公司能够在资本支出和偿还债务等关键项目支出之后进行回购 如果企业盈利继续强劲,回购规模也将持续增加,并将成为股市的重要推动力 德银最新预测比高盛更加乐观 德银预计,2024年美国企业的股票回购总额有望,有可能增长至1万亿美元 高盛的策略师们指出,美国科技公司整体营收和利润规模的快速增长趋势 预计足以在未来几年为人工智能投资提供资金 而且不会妨碍股东能够享受到的回报,即股息发放和股票回购规模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华尔街分析师们普遍预计,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整体美股收益 在2024年有望实现增长约11%,整体营收则有望实现增长5% 整体来看,展望2024年,分析师们预计,标普500指数 每股收益将达到243.8美元 2025年则有望进一步增长至276美元 高盛策略师们还补充称,美国大选层面的不确定性 可能促使美国企业将大规模回购推迟到2025年 来自美国银行的明星策略师SS预计,标普500指数年底将达到5400点 而他在之前给出的目标点位则是5000点 这位策略师表示,各项技术指标正闪烁着看涨信号 表明未来盈利增长将更为强劲,利润率弹性令人惊讶 人工智能带来的狂热情绪和美国经济的韧性 令华尔街预测人士感到意外 并促使策略师们竞相跟上已经超出他们预期的股市反弹 近几周,Pepper Sandler,瑞银和巴克莱都上调了标普白指数的前景 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自去年12月以来 在美联储转向鸽派政策之后 已经两次调高了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 Pepper Sandler策略师MK 可谓是2023年华尔街最看空美国股市的策略师 近期,他将标普白指数的预测上调至5250点 这一预期小幅超过了奥本海默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资策略师JS和F研究主管TL等一些看多的华尔街同行预测 这两位策略师都预计标普白指数到年底将触及5200点 巴克莱银行可谓是华尔街最看好美股后市的投资机构 将该机构对美股基准指数标普白指数的年底目标价 从4800点大幅上调至5300点 主要是因预期美股将继续受益于大型科技公司的丰厚盈利数据 和美国经济在市场意料之外的优异表现 巴克莱在报告中还指出 如果大型科技公司的盈利数据延续超预期的强劲表现 那么该机构认为标普白指数 今年年末将有可能达到6050点 博通第一季度芯片的收入不及预期 但AI的需求仍然强劲 美东时间周四,苹果、谷歌及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芯片供应商 博通公司发布第一财季财报 财报显示,尽管受到了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一定支撑 但由于其他领域的需求疲软 博通的半导体营收还是受到了拖累 使得该公司维持全年销售指引不变 财报显示,在2024财年第一财季 截至今年2月4日 公司调整后每股盈利为10.99美元 略好于分析师此前预计的每股盈利10.42美元 同比增长6% 总收入增长34%至119.6亿美元 略好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为118亿美元 同比增长34% 主要因收购了软件制造商VMware 不包括微博这个公司呢 博通的收入增长了11% 分部门看 半导体部门营收为73.9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77亿美元 同比是增长了4% 基础设施软件销售额增长同比 增长153% 主要是因收购了软件制造商VMware 达到45.7亿美元 半导体部门占博通第一季度营收的62% 而基础设施软件贡献了38%的销售额 AI带来强劲需求 随着AI卖产人 英伟达公司在过去一年股价狂飙 市场投资者们纷纷寻找那些和英伟达类似的 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意外之财的公司 尽管博通和英伟达不同 不生产用于训练为人工智能工具提供动力的LLM的芯片 但它确实提供重要的网络组件和处理定制芯片设计工作 这使得它成为处理人工智能工作负载的 大型数据中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芯片收入没有达到预期 但博通首席执行官Hawk10表示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其网络产品的需求强劲 大型云计算提供商对其定制的人工智能芯片 也需求强劲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很高兴在第一季度和2024财年 有两个强劲的收入增长动力 首先随着客户部署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我们对VMware的收购将加速 我们基础设施软件部门的收入增长 其次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我们网络产品的强劲需求 以及超大规模企业定制的人工智能加速器 正在推动我们半导体领域的增长 他表示 人工智能支出将推动今年的进一步增长 博通预计 截至2024财年末 人工智能需求将占其半导体收入的35% 高于此前预测的25% 好 我们看一下盘前市场的表现 那么经过昨天多头的强劲反攻之后呢 想必啊 这个今天盘前的空头呢 没有态度啊 不敢使劲砸了 对吧 那么会不会砸呢 这也不确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还有大非农数据要博弈哈 所以这个市场呢 一步一个坎哈 当然这种 风险呢 其实啊 不是态度哈 那整体上还是趋势比较稳健 对吧 但是今天确实是大非农日哈 那么所以空头还是有机会的 对吧 但我们呢 是顺势预期啊 那么即便是给出一根阴线呢 我们还需要下周来判断一下啊 止跌的一个情况 还是破位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如果今天又是大阳线呢 也 也不是说不可能 对吧 我们说 大非农啊 非常复杂 数据你不能提前知道 知道之后呢 多空双方进行激烈的博弈哈 那么最终啊 这个美股收盘之前那几分钟 最终谁能上出也不得而知 那么我们多头怎么办呢 就守好趋势线就可以了 我们能做空吗 不能啊 我们这里是不做空哈 我们是当前是顺势多头啊 好 那么空头强吗 不强 倒置空头强吗 也不是太强啊 估计横盘震荡一下 估计又得恢复看涨 那么这样的话 怎么弄呢 再看一下今天吧 这个大非农 对吧 小盘古罗嗽呢 有没有可能上 还是有可能的啊 还是有可能 对吧 因为昨天也是阳线嘛 所以我们再观察 标普呢 盘前微微的上涨 再创啊 这股指期货呀 再创历史新高哈 到6050 这也没法测量啊 这就是想涨到哪 就涨到哪 啊 这个 这就是顺势啊 随便啊 随便它怎么涨 啊 跌下来也行啊 好 这是大盘 我们看一下 威克斯的恐慌吗 不恐慌 盘前微跌1.1%啊 那么这样的话 市场并未发生恐慌 好 我们看一下热股 那么刚才提到的博通呢 盘前微跌了一丢丢哈 下跌2.6%左右 不过呢 开盘之前的五分钟 还要再充分的博弈哈 那么 不知道哈 它到底会怎么样啊 所以啊 今天呢 对它来说 虽然说 芯片的收入降低了一丢丢哈 但是未来的增长动力呢 增加了啊 也就是说 在AI领域的布局啊 有可能成为新的更强的驱动力啊 所以 空头也不是太强啊 盘前啊 下跌的不多 那么看看 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上涨一涨呢 上方有顶吗 没有 有阻力区吗 也没有啊 那么这样的话 画好趋势线 提高移动止损到 比如说 一千三 到一千三差不多啊 一等值准一千三 市场非常的疯狂 看到吧 这缺口都没有补上 这就是顺势缺口啊 好 这是半导体领域啊 今天啊 财报啊 你看这个盘前波动还在变小哈 所以 这个数啊 到底怎么样 咱们也不用管啊 开盘自然就知道了 好 那么台积电今天盘前也涨了啊 又涨了 说怎么老是涨呢 是的啊 多头就喜欢涨 不喜欢下跌啊 空头喜欢下跌 多头喜欢上涨啊 那我们只好画一个更陡峭的趋势线去跟一跟咯 好 英伟达盘前又暴涨了 英伟达盘前我目前录节目呢 是上涨3.2%左右 涨到956了啊 那稍微涨一涨就到1000了 我们说1000是有可能的吧 说1000就是头吗 这个就不敢说了哈 反正先看一看 那万一今天大飞龙怎么样呢 对的啊 所以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啊 交织在一起 谁也不能确保一直会怎么样 对吧 我们啊 就观察就可以了啊 这个只要不足够引起我们的恐慌的那些K线出现 我们就不需要恐慌 有人说啊 七八百台买进去 那你就提高移动生损就可以了呀 不用管它 涨到哪里 涨到哪里自然会住顶的 嗯 还有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英特尔 英特尔这个指跌呢 基本上也就指跌了啊 那么今天盘前又涨了 应该去尝试新的一轮的加仓 嗯 超微电脑今天盘前也涨了 你说这空头点 这不给力呢 是的啊 因为我们是多头 注意这当我们是多头的时候 空头就弱势了 因为我们这里胜率较高哈 嗯 那么对于SMCI这个股呢 看涨吧 盘前涨了呀 盘前涨的幅度比昨天的涨幅还要大啊 百分之三点六六啊 空头出现了吗 啊 今天呢 不确定性会高一点啊 因为确实是数据会导致市场的变化啊 所以 咱们也不敢说多头趋势一直会存在啊 我们只能说呢 继续观察和等待离场的信号 对吧 我们看一下ARM ARM也是啊 那他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横盘震荡一下 目的是什么呢 还是要把这个最新形成这个小阻力区给突一突 往上突 对吧 当前是一个横盘震荡 说后续 所以说今天啊 大家再忍一忍啊 再看一看市场究竟会怎么选 那整体态势肯定空头较弱势嘛 目前 好 我们看一下DKNG 这DKNG就是横盘震荡了 有可能啊 所以多头呢 要注意啊 那接下来一到两个交易日啊 如果这里是强劲阳线的话 应该继续做多 因为他上方还有100%的空间 没有 没有涨完呢 对不 这是我们一直顺势看涨的一个图 是吧 他是震荡行情 很显然是一个洗盘啊 因为这周 交际面也比较重要嘛 鲍威尔的听证会 还有大菲农 所以 大家都洗一洗盘 我们之前说谷歌呢 要注意见底啊 的情况啊 后续慢慢的布局起来 抄底就可以了 最好是等待这个 下地圈的右侧直接架构 这两根下地圈的右侧 再去加仓会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老朋友 少婆 少婆这波洗盘 还是比较深一点啊 那么多头呢 要等待 接下来一到两个交易日的 大阳线出现啊 就可以进场了 是吧 你说他是大雄是吗 不是啊 下方都变成支撑区了 是吧 这是一个扩散三点形的 洗盘中继 上涨中继 后续还得干涨啊 好 这是哨破 呃 微软的就不用说了哈 它就是个横盘震仗 那我们的上次 这就横盘过一次啊 那这次还是横盘 那么这样的话 趋势线就调一调就行了 对吧 特斯拉盘前也为涨啊 那么特斯拉需要持续强劲的大阳线才行啊 现在这个幅度不够啊 多头还不够强 嗯 嗯